哈喽大家好,我是谢谢李 这两天简直像做梦一样 有热心网友评论我找了特别像 最终幻想游戏里的女主蒂法 为此我的视频突然间在网上被活报转发 还上了热搜 谢谢大家让我以如此特别的方式 认识了蒂法这位独立勇敢 有担当且美丽的女神 她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美好品质 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热情支持 让我能被更多的网友看见 在短时间内收获了这么多粉丝 这一波关注让我们在熟悉的镜头面前 竟然有个不思的小紧张 最近我收到了很多网友留言和私信 因为没有办法一一来回复 所以想录制这一期视频 就网友关心了几条问题做回应 同时也觉得在开展后续工作之前 应该来感谢大家的喜欢和证实 许多网友对我经过的发展 提出了各种建议或希望 我十分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对我的关心 我做自媒体的时间不长 主要是做日常的穿搭 和好复分享 再次特别想感谢那些陪伴和支持 我们走来的粉丝朋友们 因为有你们的认可和努力 一定要让我们坚持一下 毕竟任何程度都离不开 迟致末的路线 对吧 目前呢我将遇入期望 最后不在于现在做到 给我们分享 真正值得分享的东西 不过呢之后 肯定可以分享进去前 没有分享到的话 比如在这个视频质量方面 我也是在相机电脑和灯光等方面学习和研究 我想现在粉丝里面 热门对这一块还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也有吧 或许我可以做一个 女性使用程度 就来谈一谈 我们的感受和分享 告诉我们希望 用科技能和大神的轻拍呀 另外还有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有很多网友留言说 希望看我出一期COS 但是真的有一本化妆技术 表现的 我们对于有游戏的问题 还熟悉 但是就做COS这方面的尝试 我们也不敢冒犯 就是西威西方的神圣地本 当然如果有西威的话 我们可以跟我们有什么新方航 或者是其他在下游戏的问题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别的建议 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和弹幕 希望未来能让大家一起成长 那今天的回应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用心分享的内容 说不定你觉得还不错呢 那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 那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